吳戀真今天跟柯一正在節目裡面談舞台劇這件事 本來我們是決定好好檢討一下 我們那種最錯誤的演員的選擇 就是李永峰 當然他當初把我拉進集團 可是莫名其妙就用他當演員 然後每次都罵他演技誇張 可是到最... 我不會講 為什麼每次都有他 所以後來就逐漸刪掉 因為他給我很多困擾 比如說人間一他演里長 他是主角嘛 人間二他演那個五熊 長工變成企業家 他有他的味道嘛 對不對 可是他常常就是 在這個演出的過程給我出錯 他比如說他常常對白漏講一句 或他永遠不曉得那個樂趣 就對白 比如舉一個例子來講 人間條件一 裡面他有一句話是 他問他女兒說你要吃什麼 他以為媽媽媽媽媽回來 他女兒就講說我要吃蘋果派 我對白裡面只是說 蘋果派在吃會不會痛啊 他每次搞不懂一次這樣 蘋果派要怎麼吃 我每次跟他講蘋果派要怎麼吃 蘋果派要怎麼吃 蘋果派要怎麼吃 然後他永遠搞不清楚 那個差別在那邊 有一次在台中演 你知道終於對了 蘋果派要怎麼吃 前場觀眾笑嘛 他出來我得分很高興 下一場 七年後 第一場演出的七年後 然後第二天晚上又講錯了 他後來說 奇怪晚上的觀眾比較冷漠 我說你混蛋你根本你講錯了 你根本不想你樂趣在哪裡 你知道嗎 所以到人間三我就讓他跟他講說 你要少一點的 人間三還要蠻多 人間四我說 你越來越少 人間三就半場已經被殺掉了 中間已經被殺掉了 下半場就要洗澡了 躺在那邊休息了 沒醒的戲 人間四他就演那個小偷了 他說如果照這樣人間我就沒有 有啊人間有你演骨灰啊 你就變成一團骨灰 你知道就說 我不要你演的這樣子 可是我這幾天又錯了啊 我不是拍那個金媽講 我又一套 那因為我為什麼會來想想 自己安慰自己 我根本不是要你演 因為我需要你媽媽 需要你全家 那我總不能替你媽媽 繳一個另外一個兒子 所以乾脆讓你演 所以我今天拍完之後 輪到拍他的部分的 我Master拍完之後 要拍他的部分 我跟他講說 你太太演得很自然 你媽媽演得很自然 你如果演得亂七八 都太誇張的話 會跳痛 我跟你講會NG十遍 那你就演到天亮 而且你在媽媽跟太太面前 是沒有面子 而且你媽媽會翻臉 因為兒子這麼笨 他會沒面子 而且他跟著你很累這樣 所以我就拍拍拍完了 我就喊卡 看他真的很緊張喔 用那可憐的 有如小美娘一樣眼睛看我 因為他不想我 他說他很擔心 對對對 這是卡還是三個字的 這樣 後來說 收工 因為ok了 那他反應了 完全那種 又開始叼起來 你知道嗎 幹 你看看有沒有開始了 我真的很想再來一次 你知道 就是開始又很得意啦 沒有我覺得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今天在講說 舞台劇這個東西 不是要講說 舞台劇創作的本身是什麼 是說 劇場其實最有魅力的部分是 到最後變成 人跟人之間的情感 就人跟這樣表演 形式的情感 這是一回事 那可能會很理論 或是很邪術 那就會讓自己難忘的是 人跟人之間的情感 比如說人跟演員之間 人跟工作人員之間 我不曉得你當董事長 我不知道 我每次到現在為止就這樣 比如說你說廣告 拍廣告 跟男前一起工作 他們當然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ok 為什麼 因為他們報酬高 而且做完就算了 他以前沒有什麼情感 通常是拍完之後 導演再見 謝謝走了 你也不記得他是誰 你知道他 比如說拍廣告 開玩笑講說 拍完廣告最怕什麼 每個人在填勞務報酬單 就馬上填單子 你要簽很多支票 簽很多支票 然後就走了 劇場不是啊 你開始會擔心這群演員 你說好啦 你說美秀好了 他演一個電視劇多少錢 然後來演這個 排練半點 不能比 然後為什麼是因為 是情感 或是對這種喜愛 好 那這個還好 你其他工作人員 更小咖的那些人 你會覺得你很擔心說 他們怎麼生活 他們怎麼樣 所以到最後會逼死自己說 趕快去再弄一出 或是說我們家演 好吧 好吧 再累也說好 讓他們可不可以 有一種多的一個機會 或是說 也許比較私心說 我可以跟這些群人 再度相聚 跳離自己的生活範疇 工作範疇 用另外一種 來到一個比較快樂的一種工作環境 但是你也會擔心說 他們生活怎樣 說如果可以加演加演 這個過程中 他們收入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其實劇場最溫暖的部分 是這一個 我也是有幾例講說 李永鋒這個畜生 他有時候做很多事情 會讓我很感動 是嗎 比如說這樣講 比如說他在過年前 他都會知道 拿幾個演員今年 比如說他不是 離光的 比較不好過的 比較不好過 他只能這邊演演那邊演演的 然後有小孩 他就過來跟我講 對啊 我跟你講 我給你幾個紅包 你拿給誰拿給誰 我說好啊 也許他也會叫你做同樣的事 然後我就拿給誰 然後他故意在旁邊出現 假裝他被他拔到 然後就開始 你喝得喝冷 我靠 躲給你紅包 為什麼要給我 你喝得 其實不是 紅包是他給他演戲 可是那個過程你會覺得 混蛋 你那種殺傷力很強的 你懂得意思嗎 就是拿著那個人 他說不定不知道整個過程 可是他覺得 對啊是這樣 可是他不知道這個後面 是這個畜生在安排的 那其實到後來 我覺得人間對我來講 一二三四這樣下來 他們講說 你為什麼一直在弄這個 我想 除了第一是 跟演員之間的那種情感 跟工作團隊的那種情感之後 我覺得另外一東西是 大家不知道 是跟觀眾之間的那種 無形的承諾 無形的承諾 就是 你會看到他們 買那麼貴的票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進入你的戲劇狀態 然後跟你需要的地方 笑 你希望他們 流眼淚的時候 他們真的流眼淚 然後很高興鼓掌 然後對你那種東西 然後你下次再演 他們還是噼里啪啦過來 然後我覺得 這觀眾 你如果沒有對比較好 你真的要 會讓你講講 你懂什麼 結果你會期待說 你再給 可是對你來說 是不是一種滿足 滿足有一點 但到最後就變成 我不曉得 人生為什麼做到悲情 也是負擔 就是到最後就變成 好像是另外一種責任 另外一種責任 所以你有時候會跳脫啊 會想 閃避 會想閃避 跳脫開 或是 可不可以製造另外一個系列 讓它可以 光芒逐漸掩蓋 大家注意力轉折 比如說大家要追一隻隻鹿嘛 那我保出一隻大象來 大家會不會趕快去追一隻大象 那忘記錄的存在 這樣我就可以閃掉了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想說 欸台灣文學系列 好像可以弄一弄 可是那個時候 你不應該弄第一集 一弄下去 大家沒辦法弄第二集 也不能這樣講 這是你在推卸責任 因為我覺得 是我講的 所有應該弄 再來應該 今年應該柯一鎮去弄 對不對 應該柯一鎮弄文學機場 他自己去找他的題材 然後去弄一弄 這樣才有 不然到最後會很悲哀 就是我不但要演大象 不但要演路那支路 不但沒有閃離視線 我還要去背那個大象 我會累死欸 可是我們這十年來 有一個東西產生 叫做信任 就是大家對你的信任 尤其是演員 你看看你一講說 人間事我要開始 那個 你都還沒有寫劇本 大家就來劇場 大家希望舞蹈今天來講故事 或者是有兩頁也好 那你就來講故事 你知道我大概是什麼樣的角色 那你一忙 你會連續來講好幾次故事 還沒有看到劇本 可是大家在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怨言 大家都認為 這是一個很棒的戲 這種信任很難得 因為你也信任演員 不是這個 這個東西有時候變成很大的負擔 就是奇怪 你如果這樣信任的話 我其實可以到最後是不管 大條不甩啊 好啦不管想不出來 不要做了啊對不對 就像那個 我之前想過說 我以前去提廣告提案 每次跟製片講說 今天不要去了 他說沒有導演你去見見面好了 個人說約了不去啊 我路上已經想出來了 所以他們之後就不管欸 他們之後每次講說 我說 導演那明天禮拜是要開會 我說還沒想出來開什麼會 他說沒關係你路上就我想出來了 我叫我 叫我 你知道那個壓力 那個壓力會很大 其實對演員這種東西是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你對觀眾只見 我覺得對觀眾 對那個東西是負責 可是這個東西對創作 對創作來講 老實講是一個很大的 可是大家相信你啊 很大負擔 不會啊 像簡志中就講他們要告我啊 他每次要告我 簡志中說他要告我 買空賣空啊 就覺得他每次講說賣票 還沒有劇本就賣票 然後故事大綱已經講得跟真的一樣 其實劇本都還沒有啊 那我說不是啊 因為我只是那時候還沒有成熟啊 你不能這樣講 但是我話要講話 的確是啊 就是你講的那種 有時候信任是一種動力 可是話要講 有時候信任真是一種痛苦的負擔 對 但是除了你真的 現在大家很難寫劇本 因為這種東西 不是這樣講這種話 不太負責 我覺得這種話 這種話 柯立正現在已經學會了李永鋒那一套 你知道嗎 李永鋒完全說 你還沒講我就說 我們就 我們就 然後弄到之後 你好像真的 你不得不懂 不 我現在要學會一件事情 沒有這回事 大家分工一下 真的 我希望李永鋒有聽到這一集 你混蛋你要學會一件事情 你是一個戲劇碩士 你應該要學會寫劇本 還有北安 你也要認真一點點 不能老實講說 我也要演就好了 我也要演就好啦 演比較輕鬆啊 對不對 不能老實把最痛苦的事情丟給我 然後我每次就 沒有帶東西來 比如說今天我沒有交稿 比如說今天要排練的 我都沒有帶幾夜來 我都很不好意思 然後每個人都眼睛看著你 我跟你講那個很大的負擔 那會死人 那會折瘦耶 可是這個東西 我舉一個例子 你知道我們有個戲 叫愛情廢典八個半 講四個女人 我知道 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那時候在你家聊故事 聊完以後別人寫 寫完以後你去看彩排 那裡面我演一個數學教授 去追一個國文老師 對 我跑到他家去拿著氣球 他們要我很搓 所以這個數學老師 只會拿著氣球 你看完彩排你就說 不對 這個事情不必發生在家裡 可以在學校 你接下來就自投羅網 你說這場我來寫 寫完以後老師說 那個戲從頭到尾很發味 那場戲我一出場跟丁野田 講話 講話觀眾從頭笑到尾 我們兩個離開的時候 下面再鼓掌 那一場就是你寫的 因為我很在意那個 因為覺得那個劇本真的有問題 不是啦 我跟你講到這種年紀 有時候真的是講 我們好了啦 那人家年輕人的東西 也許你自己不方便給意見 因為我不曉得他們欣賞戲劇的角度是什麼 但是我認為你是 你是朋友 你是演那個角色 我知道怎麼樣 把對丟給你會比較好 或者說比較符合這個個性 那你剛剛講的沒錯啦 就是說 有時候自己真的很容易 誤上捷船 比如說 一個東西看一看這樣子 意見怎麼樣 你除非學會一件事情 我沒有意見 要不然就這樣 我來改一下好了 這個很輕易講的這句話 你到最後就死了 因為對我來講 現在其實你說 有時候改比創作還要頭痛 當然 我每次跟我太太講說 你改改而已 我說喔 因為他沒有寫作經 我就跟他講說 改是怎麼改 改不是 如果做一件衣服良好 你三尾的做一件 把你套上去 很簡單 你現在不是 你穿著喔 你穿著喔 我要改你的 不能弄痛你喔 我還不能摸到你 你會說我性騷擾喔 我就這樣子 欸這很累 然後他還講說 有那麼嚴重嗎 我真的沒辦法講這件事 改真的不容易啦 改真的是 真的那個 後來又講回來 其實 就是 有時候創作是這樣 就是說 它是很困難 可是到最後的果實是 反而是很甜美 但舞台劇我覺得 因為他有漫長的排練時間 然後 一個情感的 情緒的東西 在排練場這樣 腳來腳去 腳去 其實到最後你會發現 不會像拍廣告一樣 你發現這些事件 到底是彷彿變成一個真的 然後就在你生活旁邊發生 這個別人也許沒感受到 我是常常這樣的人 就是覺得 你寫了一個東西 然後在排練場 一直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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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好像是真的 好像在你生命裡面 發生的事了 也許我到老了以後 記憶力比較差的時候 會相信 我說不定會相信 人間一二三四裡面的細節 是在我生命裡面發生過的 真的是 真的是這樣 你說有時候 觀眾在看這個東西也是 比如說 人間三 離美國不是演那個 很爛的老闆嗎 最後把防疫女給強暴了 最後被幹掉了 那中場休息 他不是就沒事啊 他就把血 那個血 一身血的衣服換掉 就穿著襯衫就出來 喇勒 就Social 他開始Social這樣 你知道他有一天碰到一個總編輯 那個總編輯 那個總編輯也高級知識分子了吧 他還是看完上半場 他正在那邊休息 眼眶還紅紅 所以人生三 中場休息場那場是很強的 他看到離美國走過來 竟然說 你個出生 你個出生 你怎麼不死就算了 他忘記了耶 他真的忘記 他是一個寶石的總編輯 他忘記了說 這故事 他看了一場戲耶 只是這個叫 我怎麼會走出來這樣子 我覺得在那個善下間 他除了一個 除了一個情緒的發洩之外 好像說不定跟我一樣 他說不定是確定 是 恍乎堅決的 這件事情 是在生命過程中發生過 我記得人間二 黃玉宁演一個 先生常常會亂搞 他要幫你處理 幫她處理善後的 對 結果有一次 演完了在後台 她已經在卸妝了 有一個觀眾 一個女生進來 看到她 衝過去抱著她 哭 喊怡君 你好堅強阿 我沒有這樣講到這個東西 他都被嚇到 對 就是舞台劇常常會很多東西 就是說 同樣一場啊 同樣一場 你不是演那個嗎 演那個 輪椅退出來那個 輪椅退出來那個 年輕的時候就是製造一些麻煩 外面生小孩就當兒子 然後到最後殘障了 就是中風了 然後在療養院 還罵你太太說 我記得在台南場 台中場 一個女人從座位中站起來 很大聲講 你報應 你報應 你可以看到說 好可憐喔 他把他當真的 對對對 我在心裡面想 蛤 很大聲欸 有人笑我想 蛤 這個人說他先生真的是這樣子喔 所以他才開始 或是他現在還沒得到報應 他已經很興奮講 你報應 你報應 我覺得那個 這個東西跟 跟電影或是什麼東西不一樣 就是說好像情境在裡面 然後我倒是希望說 不知道以後可以到寫到人間五啊 什麼東西 不要現在很多人問人間五什麼說出來 我說人間五 我順便還活不了這種時候 怎麼知道什麼時候出來 但是後來 人間五你是已經答應喔 哈哈哈哈 他自己在那個 謝幕的時候有講過 對啊 但是我覺得那是一種 一種責任吧 一種承認吧 一種承認 一種承諾 男人答應就要做到 但是後來講話 其實有時候想想說 我們之前講很多 怎樣受害怎樣受害 可是後來講也不是吧 或許 或許 是舞台劇的這樣一個環境 會讓你好像真的是 覺得你是跟一群人 活生生的在一個情感裡面 繳獲在工作 我想不只是工作人員 跟觀眾也是這樣 我其實也很期待我們 那一個月大家會住在劇場裡面 因為我們一二三四一年下去 就是一個月 我要把家裡的椅子 湯椅拿過來 在裡面生活 我覺得蠻可怕 我覺得真的是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擔心 那個吉祥大佬的一個月 我們要整個月待在 城市舞台的地下室 可是我覺得那是一個 蠻特殊的經驗 很溫暖 很值得回憶的地方 是 謝謝 今天謝謝你來 然後 也謝謝你 這個今天不能謝謝 還是有點complain 你把我帶進這個籤子 讓我多了很多事情忙 不然我現在應該過退休生活 謝謝 不可能